一青年女性发热,面部红斑,光过敏,口腔溃疡和多系统损害,静气系统性红斑狼疮,二双手小关节对称性肿痛斑持续沉浆,静气内风湿关节炎,三老年人严重口眼干燥,静气干燥综合症,四中老年人半夜发生三个大足指指关节红肿剧痛,要静气痛风,五四肢筋端肌肉疼痛犯无力, 因静气多发性肌炎,六关节身侧有红帆灵气样急着半肌无力,因静气皮肌炎,七关节炎半尿道炎和结膜炎,静气赖特综合症,八肤腺或鸟痛恢复期出现关节肿痛,要静气反应性关节炎,九老年人出现四肢筋端肌肉疼痛和发疆,因静气风湿性多疾痛,使反腹口腔溃疡,外生直气溃疡, 四肢筋端肌肉疼痛,氧炎及关节炎,静气白塞病,十一青年女性初步轻脉搏或血压测不到,静气大动漫炎,十二肖腰热,一股性皮疹和烟痛,反腹血肺痒阴性,要静气成人死地耳病,十三手指日冷后出现便败,便子,要静气系统性硬化症,十四耳库和鼻梁反腹肿胀疼痛, 要静气腹发性多软骨炎,十五反腹红膜结状肌炎,应检查B27,要静气有无强执性脊柱炎,十六青年男性,八阶腰痛和外周关节炎,足根痛,静气强执性脊柱炎,十七老年人出现下楼膝关节疼痛和弹响,要静气固关节炎,十八反腹出现节节性恐斑, 要静气结合病及风湿病,十九主关症状多,失眠多梦,而客观及化验结果正常,应静气纤维肌痛中核症,二十中老年人突发上腹,左肩,左肾之巨痛,应静气性脚痛或急性心肌梗塞,二十一滴热,咳嗽超过七天,应静气肺结合,支援体肺炎,二十二突然寒湛,高热,半呼吸道症状, 静气细菌性肺炎,二十三胸痛而无吸膜膜擦音,静气肋软骨炎,内肩神经痛和带状套疹,二十四大量脓性臭痰,静气肺脓肿或支气管扩张,二十五反复材血,胆胸部X线检查未见明确病脏,静气肢气管扩张或支气管内膜结合,二十六肺部不规则偏壮阴影半式酸性绿细胞超过一型109L, 静气过敏性肺炎,二十七突然凶痛,呼吸困难,静气自发性气胸,二十八长期吸烟的中老年人出现刺激性咳嗽,持续性血糖或局限性肖敏因,静气肺炎,二十九心臟病或先行病患者不明原因发热超过一周,要静气大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,三十感冒后心率患或心率失常, 要警惕病毒性心肺炎,三十一休息或体温下降后,心率人快折,要警惕心肺有炎性损害,三十二诊断高血压病,要排除剂发性高血压,三十三,高血压伴有腹部血管杂金者,要警惕肾性高血压,三十四中老年人突然上腹,左颈,左上肢剧痛, 要警惕心脚痛或急性心肌梗塞,三十五诊断心脚痛,要排除胆,咦,为急颈椎疾病,三十六心脚痛发作时,若半出汗,半噪,呕吐,血压下降或心率失常,要警惕心肌梗塞,三十七剧烈心前去疼痛半高血压或和主动脉板区,突然出现舒张气杂音,而心电图无梗塞图形者,要警惕主动脉 三十八夜间正发现呼吸困难或突然端坐呼吸,要警惕急性左心衰竭,三十九心脏普遍增大,且有响亮的斑马率,极明显的交替脉,要警惕扩张行性疾病,四十心衰超过半年,但要反护性腐衰者,要警惕合并性原性肝硬化,四十一,老门之患者出现下肢浮肿,要警惕合并非原性心脏病, 四十二,肺心病患者,一旦出现精神明异常,要注意早期肺性脑病的可能,四十三,高血压病人,突然血压极致增高,要警惕发生高血压脑病,四十四,吞亮食物有哽咽感或食物有反流食,应警惕时到啊,四十五,慢性周期性发作,质节律性特征的上腹痛,要警惕消化性溃疡, 四十六中老年人短期内出现上腹部不适,十余减退及消瘦,要警惕胃癌,四十七肝吃疼痛,厌食,消瘦,进行性肝大,应警惕肝癌,四十八肝病患者,一旦出现甚至改变,要警惕肝性昏迷早期表现,四十九发热,肝大半直线性压痛,要警惕肝浓肿, 五十诊断急性胆囊炎,要排除右下肺炎,右下胸带状泡疹,五十一上腹部突然剧烈疼痛般有血压下降,要警惕急性胃血炎或急性心肌梗塞,五十二进油腻食物后,有法右上腹痛,要警惕胆囊炎,五十三上腹部剧痛而无明显腹壁紧张,且吐出回虫症,是达到回虫病的特征,五十四上腹部疼痛, 进行性黄胆,或腹痛延伸至背部,也肩加重,千万要时减轻者,应警惕抵抑腺癌,五十五转移性右下腹痛半腹膜刺激症,应警惕急性蓝纬炎,五十六必经,突然下腹剧痛,苍白,出汗者,要警惕公外孕,五十七中年以上有大便习惯或分辨性状改变者,要警惕结肠癌,五十八烟部或皮肤干缘后 二到三周,出现炎面浮肠,少尿者,要警惕急性肾炎,五十九无通性血尿,要警惕密尿到肿瘤,六十八作性腰部剧痛半血尿者,要警惕密尿系结石,六十一女性患者发生膀胱刺激症状或和腰痛者,要警惕密尿系感染,六十二男性老年人排尿不畅, 要警惕前列腺肥大,六十三顺当病患者一旦出现表情淡漠,饮食,嗜睡,要警惕早期尿毒症,六十四身体异常高,癌,胖,瘦,要警惕内分性病,六十五十余抗疫,胆轻重反而下降者,要警惕假抗,六十六原因不明的心率增快,减慢或快速行心率失常, 要警惕假装腺疾病,六十七十余减退,怕冷,心率慢,便宜,要警惕假装腺功能减退,六十八消瘦妇女,有毛霸西疏,乏力,必经,乳房未缩,要警惕心悍综合症,六十九皮肤圆膜色素沉着,体重下降,血压偏低,要警惕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,七十高血压,低血脚,多尿, 要警惕原发性全固酮分多症,七十一多时,多尿,多尿,体重下降,要警惕糖尿病,七十二糖尿病患者突然失欲下降,要警惕同症酸中毒,七十三不明原因高热,烟通,要警惕急性白血病或粒细胞缺乏症,七十四诊断白血病,要排除类白血病反应,七十五,全血细胞减少, 要警惕再障,七十六诊断再障,要排除阵八性睡眠,性血红蛋白鸟,七十七,长期高热,黄胆,肝脾及淋巴结肿大,白细胞减少,因警惕恶性组织细胞病,七十八不明原因凭血半多处骨骼疼痛,要警惕多发性骨髓流,七十九血液病,肝病,感染性羞祸或分眠,半出血不值者,要警惕DIC, 八十对头痛患者,一定要查有无颈向强值,不要漏诊脑膜炎,八十一,白细胞总数超过二十五十,一百零九尔,要重点检查有无细菌性肺炎,半血症,中毒性律基和白血病,八十二对感染性羞祸患者,要警惕有无细菌性肺炎,半血症,肝力,流脑及肾出血六综合症, 八十三诊断癫症,要排除甲状螃蟹性能减退,八十四,诊断神经患能症,要排除气质性疾病,八十五诊断周期性麻痹,要警惕是否为假抗性疾病,八十六发热半感染造者,要警惕半血症,八十七发热超过一周节有相对缓慢者,因送血培养及肥达反应, 八十八感冒症症状半领血厌食者,要警惕病毒性肝炎,八十九体内有结合病灶,半有关节炎者,要警惕结合性疯失病,膨碎病,九十周期性发冷,发热,出汗,减歇其精神上好,要警惕悦记,九十六语阳,诸密切,结束的发热患者,要警惕不适感军病,九十二服药后出现臊痒性疾病, 要警惕要误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